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霞光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迎来了2004年的第一个黎明 虽然这里的气温很低 但是隆冬的寒气 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感受神圣 体会自豪的热情 今天一大早 就有数二名群众赶到这里 等待着国旗与蓄日同声 等待着为伟大的祖国 献上最深切的祝福 7点33分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雄壮乐曲 威武的国旗护卫队队员 从天安门城楼整齐出发 聚集赛广场上的数万名群众 庄严肃力 等待着五星红旗与蓄日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地游民和游客一起凿开一吃厚的冰层下网捕鱼 去体验生活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在海南 在新疆 在桂林 在许许多多的城市和景区 多姿多彩的百姓生活和民风民俗 让海内外的游客流连忘返 据介绍 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 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和重要的旅游资源 随着元旦春节双节的来临 各地节日市场 货源充足 年味浓厚 沈阳今年的年货主题是绿色 当然这个绿色指的是吃出健康 吃出安全 在副食品丰富到让人眼花缭乱的今天 这也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 沈阳的做法是 不但让众多的调味品 肉类 面食等放心食品生产企业 进入大型超市 还要让他们走进社区的一些小型食杂店 而几百种经过专业营养师科学搭配的 节日套餐 家庭套餐 滋补套餐 更是在方便快捷的基础上 体现出健康 安全的主题 年货专业化也是今年各地办年货的特点之一 像上海就有一场安徽年货专场正在举行 不但米油 鸡蛋有专门的展区 干货 炒货 酱菜也都占据了一片领域 达示刑事例案数同比下降 在几类严重犯罪案件中 爆炸案 强奸案 杀人案 抢劫案 比2002年同期都有所下降 道路交通事故和火灾事故 也分别下降了13.9%和5.6% 近期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案件依然高发 特别是一些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少数地方社会治安还不好 特别是近来亲财犯罪案件有所上升 公安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防范意识 尤其是返乡的外出打工人员 要注意看管好自己的钱物 一旦遭受犯罪分子侵害 要迅速报警 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另外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全国公安机关还开始实行定期的新闻发布制度 广州市SARS疑似病例的冠状病毒 基因序列测定有了新的进展 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介绍 基因测序结果进一步说明 这位病人存在感染SARS冠状病毒的可能 在还没有分离到病毒的情况下 基因序列测定对病人的诊断很有意义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 昨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来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河北省承德市最北部的围场 满足蒙古族自治县 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大家祝贺新年 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 胡锦涛一行驱车前往 位于坝上高原的遇到口乡 遇到口村 这个村群众生产生活还比较困难 胡锦涛来到满足村民 唐秀英老人的家中 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 和家庭情况 唐秀英老人热情地邀请 胡锦涛在他家里吃个饭 离开唐秀英家 胡锦涛又步行来到蒙古族村民 刘殿儒家 从今年的收成 问到明年的打算 随后胡锦涛又走到 他家的羊圈旁 询问羊群饲养情况 并亲自插草喂羊 胡锦涛来到 由医生曹继荣开办的 村卫生所 仔细询问药品种类 价格 村民看病收费等情况 在卫生所的治疗室 六岁的王新宇 因感冒发烧正在输液 胡锦涛坐到病床边 用手在小新宇的额头上 试了试体温 安慰他说 不要害怕 过两天就会好的 胡锦涛对医生曹继荣说 你们在乡政府和村委会 支持下 开办了这家厂所 为乡亲们提供 既方便又廉价的医疗服务 使他们小病不用出村 确实是办了一件 善事好事 随后胡锦涛来到 玉道口技素质小学 胡锦涛对正在 上语文课的 五年级班的同学说 你们是家乡的希望 国家的未来 希望你们从小树立 远大志向 不断攀登知识高峰 努力培养高尚品德 长大以后做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才 他鼓励学校老师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老师们 长期打根在这个 八象草原 心情耕耘 对这个农村的教育事业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 老师们的努力 改变了许多农村孩子的人生和命运 在这一点上 应该深深地感谢你们 这天正好是遇到口村感激的日子 村道旁摆起了许多摊位 胡锦涛走到摊位前 一边拿起商品查看 一边询问节日期间 市场供应和生活安排情况 在围场线 胡锦涛还考察了 成德天天乳业有限公司 奶牛养殖场 和生产沙级制品的 成德宇航人高山植物应用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当了解到这些企业 正积极通过不同方式 带动当地农民致富时 胡锦涛十分高兴 他强调 加快贫困地区发展 不仅要增加政府投入 还要通过扶持龙头企业 促进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方式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元旦假日 很多人选择到中国北方城市 沈阳去看一看雪雕滑滑雪 感受一下冬天的魅力 这里是沈阳市棋盘山冰雪大世界 虽然现在的户外温度 只有零下十几度 但是有很多游客 仍然是按捺不住滑雪的热情 到这里来体验冰雪世界 所带来的无限乐趣 到这里滑雪的游客 无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 只要穿上滑雪服拿上雪橇 就忘记了冰天雪地的寒冷 只剩下欢笑和刺激 这位从湖南来的蒋先生 带着家人一行八人 第一次来到沈阳滑雪 就是要感受一下北方的过节气氛 有种飞速的感觉 因为我们南方人的时候就是爽嘛 在滑雪场上 摔个四脚朝天的游客不少 似乎摔跤也是一种新的时尚乐趣 与往年不同的是 更多的家长是想让孩子学到一技之长 大型主题宣传活动 我们在中古楼传递微笑 昨晚在北京举行 北京奥运志愿者微笑圈首环 同时正式发布 微笑圈的象征含义最终确定 红色代表乐于助人 黄色代表文明礼仪 黑色代表诚实守信 蓝色代表学习进取 绿色则代表保护环境 今后这个印有志愿者的微笑 是北京最好的名片的微笑圈 将成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承诺微笑服务的标志 从今天起 由中国商务部等部委联合颁布的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 这意味着汽车品牌专营店 将成为中国汽车国内销售的 唯一渠道 按照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 从今年开始 所有汽车将实行品牌服务 同一款汽车的经销商将统一实行 由汽车供应商制定的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原有的汽车经销商 需要按照新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申请 转为汽车供应商授权的汽车品牌经销商 原先没有取得授权的经销商 则只能或出局或挂靠 或重新向厂家申请授权 据了解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 早在去年的4月1号就已经颁布 但是由于涉及到数万家汽车经销商的生存 相关条款实施日期曾一再推迟 据奥地利新闻社今天凌晨报道 奥地利内政部长普罗科普 因靠戒西藏的主动脉破裂 于昨晚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病故 2007年1月1号临时 保加利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200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今万名保加利亚人参加了在首都索菲亚 巴腾贝尔格广场举行的盛大灯光焰火晚会 庆祝新年和保加利亚入盟 另外同一天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大学广场上 也是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随着2007年1月1号临时钟声的敲响 广场上一片欢腾 绚丽的焰火伴随着罗马尼亚著名的音乐家 埃内斯库的罗马尼亚狂响曲 在夜空中展开 罗马尼亚也正式加入欧盟 从今天开始 欧元区又添了一名新成员 斯洛文尼亚 他也是2004年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中 第一个跨过欧元门槛的国家 这是欧元区出现以来的首次扩大 根据欧盟财长理事会的决定 欧元正式替换斯洛文尼亚货币 托拉尔时 其转换比价为239.640托拉尔 兑换1欧元 斯洛文尼亚的银行 从12月29号起就停止托拉尔业务 银行将在随后的三天内 利用公共假期转换其系统 从1月3号起正式进入欧元体系 斯洛文尼亚全国的1500个自动取款机 在2005年12月31号晚9点停止服务 进行技术调整 从2007年1月1号0点开始 人们就可以从提款机中 提取欧元了 据欧洲经济学家分析 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 将提高斯洛文尼亚 在产业领域的竞争力 但由于斯洛文尼亚的国民生产总值 只占欧盟的0.35% 因此不会对欧元相对其他货币的比价 或者欧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据美国追踪 注意美军伤亡情况的权威网站 昨天公布 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 到2006年12月30号 注意美军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3000人 美联社援引民意专家的话说 美国民众之所以把3000这一数字 看得这么严重 是因为美国民众 既没有从伊拉克战争中 看到美国的关键利益 也没有感情到清晰的胜利曙光 2006年12月30号 一名美军士兵在巴格达东南部地区 遭到路边炸弹袭击死亡 这使得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 美军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000人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东北部的一个小乡村 自伊拉克战争开战以来 村里已经有7人死在战场上 丹尼尔·阿诺德就是其中之一 不断增长的死亡数字 让丹尼尔的父母 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怀疑 在加利福利亚的圣巴巴拉海滩 不断增加的白色十字架 代表了从伊拉克战争开战以来 所有死亡的美国士兵 负责搭建十字架的志愿者说 他们最初搭建了340个十字架 之后每星期都在增加 2004年9月 十字架突破1000个 2005年10月超过2000个 而就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 十字架达到了3000个 但是这场战争给伊拉克带来的损害 无疑更大 据伊拉克卫生部门介绍 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至今 已经有15万伊拉克平民 在战乱中丧生 这一时段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再见